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在入秋 但是沒有到全面換季 因為台灣的天氣還是算滿熱的 所以就是薄長袖 然後一些舒適的單品為主 那我們這次9月的新品主軸呢 就是在失控與平衡 像你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到很多煩躁 今天工作不是很順利 然後內心有很多很多混亂的時刻 在你小房間是不是就很有可能會有很多的雜物小山 衣服小山 然後就是混亂中 一直在不斷的尋求自己內心的平靜 我們這次呢就是會希望大家在這個衣服山堆 雖然煩躁中 但是也可以找到一絲的秩序 所以說從你的雜亂堆中都可以混搭出一套 你自己喜歡的日常舒適的穿搭 然後就可以輕鬆自信的出門 好的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我身上的第一個商品 就是這個菱格網狀的上衣 其實我已經曝光非常多次了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它是我覺得這一次9月檔期裡 大家最推薦入手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造型跟實用度都很高 露空的菱格狀 那其實是因為這塊布料我覺得本身就很漂亮 我通常又不太喜歡那種太過甜膩的圖案 走這樣子的集合圖型 會讓我覺得很有知性的氣質 高級高雅感 這個布料我一看就一見鍾情 然後我們後來是做兩個顏色 另外一個顏色呢是米色的 那兩個顏色我覺得都超好看 如果真的是這種基本款色系衣服過多的話 我覺得就買這件 完全不髒膚 是很舒服的那種 在夏天裡穿也不會悶熱 看起來好像有點像網紗的布料 這是我覺得這塊布料最神奇的地方 這件的版型呢我希望它是做出合身不緊身的樣子 手屁這邊呢都很有英語 完全不會說很強調你的腰線 可是你整件穿起來就是會覺得骨架好像變小了 被打薄變纖細的樣子 中等的圓領 就我個人的皮好吧 我覺得圓領的上衣露出鎖骨化 就是我覺得好像會有點太優雅 或是太成熟的樣子 所以我通常喜歡它是可以蓋住 但是它又不會很影響到你整個人的揪視度 藍色這一塊的網布呢有這種雙色的感覺 性色是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這件上衣呢我覺得就是你想把它當基本款穿 或者是想要拿來當一個造型疊搭聖品 就是一些穿搭很厲害的超人 我相信都可以把這些消化得很好 就是它可以進行各種的層次穿搭 都會有很不錯的穿搭mix 然後我自己穿這件的時候會搭配我們 即將要回歸的開薩裙 這個是我們開賣到現在都是一直一直大受好評的款式 超級瘦 它真的消保能力很好 而且它又會有一個很漂亮的開插 讓你充滿的女人味 然後這個女人味又不會讓人家覺得太過的女孩子氣 它是可以混搭一些小男孩風格的單品 所以是我自己從過去製作到現在是非常滿意的 這一次呢就讓它有了基本款色系 以及這次推出了一個比較類似我們五月上架那一款西裝褲的那種沙色 它不是那種完全素色的性 很多人反饋說上一期的開薩裙回歸是有點緊 我們這次又將腰圍調回了0.5公分 所以穿起來會更加舒適 就是如果你還沒有買過開薩裙的話 你可以先買黑色的回去感受看看 因為真的是受到一個人生新境界 再來的話就是這個比較深灰 然後這個深灰呢跟我們上一期的灰其實不太一樣 上一次的灰呢是比較低飽和 然後有點泥土大象灰的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灰呢我覺得是更加的有一個知性干戀的氛圍 然後我們這個沙棕的話呢又使用了花扣 這次我選擇的西裝面料我覺得有比以往更加更加的升級 水水度很好然後也蠻平整的不會說覺得到太難照顧 一樣我們這次是沒有做內裡的 因為之前做了內裡布料的時候 我覺得它好像會容易感覺比較厚一點點 但是我們在內裡的車縫上呢都是有做比較細緻的做工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件開下裙的結構 就是之前沒有買過的同學今天可以一起再複習一下 正面的部分呢我們做了一個斜切的腰頭 就是讓它這個視覺腰線呢更加提升之外 也會覺得腰部比較顯瘦 做了雙鈕扣 首先是這個外布層的 內部的地方還有一個鈕扣 所以就是大概走到這個位置 做了酷兒的設計 想要另外搭自己好看的腰帶呢也是可以沒有問題的 裙頭呢是做的比較寬一點 就是想要讓它多多增加一點復古的氛圍 也不會說很顯小腹 馬鞍肉的部分它都可以順順的修下來 但是它又會讓你覺得整個人是有腰線 然後就是該有的都有就是一件很神奇的裙子 非常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擁有這個開洽裙 就是目前買到的人都說讚的那種 要做五個尺碼S到2XL 我們也有盡量的去找個身型的人來做實穿 希望可以給大家更多的參考 大家應該有看到我身上這件撞色線的褲子 在Instagram上也有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如果眼睛的同學應該會發現 它是不是可以兩串 巧妙的端倪就是藏在這個褲子這邊 短褲的穿搭跟長褲的穿搭 一件就可以輕鬆的完成 之前還有遇過的狀況呢是穿了長褲出門 然後覺得好熱喔 然後就把它拉短變成短褲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很輕便 然後或者是說旅行穿搭也非常適合的 放在行李箱裡面 可是你可以達成兩種搭配 那原色藍呢我們是配比較復古的黃色的線 在側邊部分呢都有做像這樣子的結構 然後看起來非常工裝感覺的一個口袋 左右兩邊是做不對稱的 就是讓它有更多的變化性在 不會那麼的無趣 整件的褲子呢它是屬於比較寬管的 我穿M號呢是比較合身 然後顯瘦一點點 但如果今天就想要走很街頭的風格的話 我就會拿大衣碼L號去穿 就是稍微會讓它不會那麼的高腰 大概在中低腰左右 兩種截然的不同的感覺 就看大家喜歡哪一種 我們工作室的女孩們試穿 他們都覺得自己會想要帶大衣碼 覺得他們可能更想要這件工裝感覺 帥氣的形象呢是可以用大衣碼來做一個呈現 大概是大概膝蓋左右的做一個拉鍊處 然後當初做這個拉鍊的時候也是改非常久 因為一開始這一場呢它把拉鍊的頭 就是不是在一個我覺得很順手的位置 我後來是把它調到大腿的內側 因為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去做一個拉的 拉鍊頭呢有特別選用的是YKK的 然後就是很順你自己在穿脫上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這一款牛仔布料呢我覺得它是比較厚實 然後硬挺一點點的 結合它寬版的感覺整個看起來是更加的有那種精神感 就是對於想要打成小男孩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完成 我剛才穿了葡萄少年的穿搭 大家也可以嘗試看看 我覺得這件褲子呢就是可以讓你賦予穿搭很多的有趣變化 看起來就是好像很會穿 因為它的上面的結構的設計就已經非常的搶眼 一樣又做到2XL喔總共有五個吃嘛 各種身型的人都可以輕鬆駕馭它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穿出很好看的時髦感 超級期待大家每次act我的一些穿搭照 這次呢也有推出了一件bra top 基礎款上面多做了一些變化 夾兩件的一個設計 想要穿兩件bra top 然後顯得不臃腫 然後又好看的話有點難度 就是很容易看起來很像綁肉粽 這款呢就是直接想要幫大家做一個兩件式的設計 單看它好像沒什麼 當初雕這個各種袋子的寬度 然後還有它可能跟這個露出肌膚的位置 都有去雕琢 之前一開始穿的話這邊是很開的 我就想要這邊的角度是可以再回來一點點 才不會顯得很魁梧 它在浴板型上呢也是做比較寬的 我們外面這一件背心呢 直接就是讓它好像是有一點寬鬆度的上衣 然後內層的部分呢 就是以維持以往我們做brotta上衣 內鬆緊的部分會讓它包覆感覺更好 這個內層鬆緊也是有特別的調整過 前面幾版的內鬆緊呢 就是整個超級勒住我的肉 你從背影看你就會看到你的肉被勒出一個 一泡一泡的小衫 看起來特別特別的飛 當時也是雕琢了非常的久 背面的部分呢也是挖得很低 這個位置呢其實都是有剛剛好抓到 我自己覺得比較不會顯臃腫顯胖的一個樣子 包它的面料呢也是非常輕膚柔軟很舒適 手感很好的那種 這一件的紅色呢它是帶有一點點點 復古的低飽和紅 性色的話呢這一件我覺得它是偏比較燕麥色系 看起來很氣質的配色 跟我們剛剛的沙色開造型是非常搭 但是如果單穿還是覺得很害羞的話 也可以像我們搭配的白色條紋襯衫在外面 保有一點點的低調喔 然後但是時髦的感覺 做三個尺碼SML 這件Brother的選購建議呢 我覺得如果你沒有很在意說 穿起來很貼身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穿S也是可以的 面的話呢是舒適度很高 沒有任何的覺得肉被背住的感覺 那L號的話對於我的胸圍來說就是片比較大 就是更適合很豐滿的同學 這件上衣大家是不是已經有很多了敲碗 今年大家應該有開始陸陸續續的發現領帶爸爸感的 這種boyfriend的穿搭開始崛起 越來越多的人會拿男生的領帶直接做穿搭 那我們這件襯衫呢 就直接將這樣子的一個流行的巧思 結合在這件襯衫上面 但是因為我不想要它是太難搭配的 所以就是選用同布料去做一個領帶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會說 蛤可是我沒有很想要每次都搭領帶的穿搭 那怎麼辦呢 我這款襯衫呢就是做了可拆線的領帶 都是用鈕扣的機關來進行一個拆線 所以有的時候呢你想要那種凌亂 然後很隨性不羈的穿搭的話呢 你其實就可以單插一個 就是看你想要怎麼變化 領帶喔它是有做雙橫的設計 上片的部分呢是做這樣子比較漸型的 下一片的話呢是做斜角的 就是讓它有一個很特色的層次感在 我們兩側的部分呢是做了很大的口袋 讓它可以增加更多的一個unicex 中性的一個氛圍 非常的推薦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 那這件襯衫呢的版型呢 是oversize很大件的那種 可以看一下官方網站模特的穿搭 以及我的穿搭 就是它是一種刻意營造的寬鬆 如果嬌小的同學呢 可能穿它就會變得比較像好像裙子 比較想要做一些搭配感的話呢 當然我們剛剛的牛仔褲吧 或是其他你可能想到的單品 都是可以駕馭的 口袋的上方呢 多做了一道折粉 藏有細節在這個位置 這一款襯衫的面料真的是超好的 有點手揉皺的感覺 這個皺感呢是這一塊布料本身帶有的質感 偷懶沒有到完全整套也不會到太奇怪 整件的面料呢是非常的輕盈舒服 它是帶有微透度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很適合 從現在一路可以穿到秋天的一個材質 冬天的話呢大家就可以進行其他的疊搭嘛 就是裡面可以搭小高鈴或是外面搭毛衣 很值得入手的一個流行性的單品 接下來呢還有這一件上衣 是選擇夏季可以接受的一個舒適 然後不會覺得毛感的那種真枝料 整體穿上身是很輕盈的那種感覺 單穿配了brow top或者是裡面搭T恤 層次穿搭的感覺都是可以的 這一件背心呢就做了兩個顏色 因為它就是若隱若現的 其實反而是一種炸氣的障眼法 我覺得它可以穿出很多種層次變化 像搭配我們五月那一期的brow top洋裝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任何真摯商品都是會建議是用摺疊然後放在衣櫃裡面 不要這樣子掛著的 這樣子掛著它是有可能會越變越長的 尤其它這件呢是有做了孔洞的設計 袖孔洞這次也是做的非常巨大 比較UNISESS的單品 單看很多上衣啊 不太一定會理解到我們在背後版型付出的一些心力 因為我希望穿起來是修飾的嘛 我們就是希望它的下擺一定要做寬 就是針織回來之後呢 它很容易收窄 所以光是在這個下擺的維度 就調了兩三次有 就是一直一直要加寬 加寬到我覺得滿意的一個程度 我覺得這種單品給我勒住臀部 真的是就是大NG大敗筆 所以一定要達到一個很舒適很修飾寫瘦的一個寬 再加寬度 網格的透紗襯衫 在於領子的部分呢 是會覺得有一點點撞色感 在領片的部分以及袖口 做了比較加厚的設計 所以你會感覺到這兩個位置呢 是有撞色飽和一點 那其他部分呢就是一個高度的透感 就是它的格紋呢好像是不規則 很像隨意的在做筆記的那種格線 外面的部分呢是有做了一個小小的背心 前面跟後面呢都有做了長短布衣 階梯式的一個層次變化 穿上身也不會覺得很悶熱 它是稍微有一點點的肌理的觸感 皮膚比較敏感的同學 可能就再稍微斟酌一下 它其實也是有很多的結構的概念結合在裡面 交錯長短啊然後或是不對稱的設計 都是有賦予在這件上衣裡面 但穿上去就會非常的有一個造型設計感 這件我們的數量做的沒有到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喜歡就要鎖定一下 之前不是有跟大家曝光到一個寶寶衝浪梯 本來要上架後來沒有上 然後就覺得有點可惜的地方 這一次呢我就覺得可以有一些印花好看的圖梯 來讓大家做一些比較復古休閒的搭配 所以呢最後就選擇了這個月團的照片圖梯 T恤的面料呢我覺得它就是比較一般般 接觸到肌膚的時候也是舒服的 然後棒數來說也不會說到很便宜很薄的那種面料 就是整體我覺得它是有一種水洗棉 有基本的挺度的一件T恤 印花的膠它是比較貼合住T恤的那種 有點霧霧感的印花 這次的色系呢都有比較圍繞在一些復古的色調 然後低飽和的即使是紅色也不會覺得太過搶眼突兀 質感跟輕膚度的話當然是我們自己ADJ跟N的質感當然是更好的 就是跟選品稍微有一些不同 我覺得它就是大家可以用個很平價的價格去入手一個好搭配的可愛T恤 接下來的話呢是我覺得這次最必買的一個選品 黃牛仔的面料然後是做指紋的漸層變化非常的好看 但唯獨要特別特別的現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它的肩帶的部分呢選品的廠商說 後續製作的是沒有像這樣子的麻花設計超級可惜耶 因為我覺得這個麻花是很可愛的 但是也不太影響我對它的喜愛 因為這件的洋裝呢真的是超好看 走這樣子的一個斜斜的波浪木耳邊 還給我走一個不對稱 你看在這邊做了各種斜角線的設計 讓它不會到那麼的死板 它背面的話呢是有一個平口 然後正面的話呢是圓領 就是它有做了隱形的側口袋 然後整體也是很順的正統的大A字狀 它穿上去就是有一種很可愛耶 然後通通的感覺 不是走那種完全非常修飾顯瘦的路線 就是比較偏日系感 這件的話呢它是沒有拉鍊的 它是直接進行穿托 因為它整件真的是很寬鬆的 非常適合玉瑪瑪們穿 就是也可以很有造型感 那你搭的呢 不管是要搭我現在身上的這一件 網格狀的呢 或者是透沙襯衫 或者是我們前幾期的任何的單品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無腦穿的 你可以很好的去搭配到它 高個兒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它需要搭一個短襪 會更加的好看 那一般如果跟我身高差不多的話 這件洋裝的長度真的是超讚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品影片介紹 那我們這次的新品呢 會在9月12號晚上7點上架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這一次的 新品的製作 然後還有選品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好頂多的 5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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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給你一個小時